你们中午炒鱿鱼饭 5 ann 炒鱼的鱿鱼 很美味 而且不硬 口感很脆 西洋菜汤 中午可以 准备 炒饭就来煮这些汤比较轻 淡一点 加点猪油 猪油下去这个菜非常脆 加个鸡蛋 这个西洋菜煮久一点 把这个菜的味道煮出来才好喝汤 鲜鱼下锅 小朋友吃的 大家可以用鲜鱼来炒 比鱿鱼干还要好 因为不会硬 小朋友吃的他也容易嚼嘛 因为太硬了嚼不动 鱼鱼 鱼一下锅炒出来那个味道真的很尖的 立刻就有海鲜的味道 葱葱,油炒一炒 这些配料全部炒熟 然后再来加入米饭 这个炒上的米一定要加少一点水 炒出来米饭才好吃 一丢点生抽,生姜 放点猪油 我们这边很喜欢猪油炒饭 然后煮砂锅粥也喜欢最后放点猪油 真的很香的 炒上人才懂得 好香啊,这个米饭粒粒分明的 好香啊,这个鲜鱼最好吃 对,鲜鱼最好吃 我们这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拿来白鱼炒,拿来炒 特香今天中午这个饭 一人都可以吃两三碗 中午这个炒饭,太香了,太香了 鲜鱼炒哦,大家都能试一下的 老人小孩子都能吃 它不像鱿鱼干那么硬炒出来 不过很脆 我们中午就是吃这个炒饭 还有这锅清汤就可以了 直接加点瘦肉这个汤 刚刚炒好的一个筋来的 这个真的是小饭桶 哇,真的小饭 太饭了,太饭了 你吃五饭了,睡到现在才醒 我们已经可以吃五饭了 这个才干脆醒的 哇,太饭了 掉了,掉了 吃不到 你要盛碗饭 很喜欢吃炒饭的 有时候一两天没炒它 就跟婆婆说她要吃炒饭 她最喜欢炒饭很香 可以吃饭了,你去吃饭了 要不要吃 腌制了双梅的 哇,外面晶晶好晒 哇,外面太阳太大了 太阳太大了 乱了吗 用手拿就可以了 牙齿等一下怕它炸到了 它要弄一点双梅 来面了,你看 我妈妈 都喜欢蘸一点双梅 炸太阳啊,好晒 妈妈 妈妈,我好 好 妈妈,我再吃一片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你来吃 不能挑 嗯 外面你不要 腌制点双梅真的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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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